我们东道组黄董事长 工区基工会的徐理事长 以及在场各位的先进们大家好 我是台湾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以及资深分析师王宗慶 那我刚才我们院长是从总体面来做说明 那现在由我来从产业面来做分析 因为我的时间跟我们院长一样只有15分钟 那要讲这么多议题的话 一个议题差不多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所以会非常的赶 那等一下我想要输出稍微快一点的话 请各位多多包涵 那在美中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是在2018年的4月份 美国抛出的这个深焊弹 所以在前后一共有发生了 蛮多次的这样子的行程 不过中间有所谓的修平谈判 跟后面的一些暂缓 那各位因为时间问题 没有办法再做说明 只不过这里先各位注意一下 25% 25% 10% 15%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说明呢 那首先来讲我们把所有的进出口的产品 一万多项产品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个是消费财 第二个是中间财 跟资本财 以及少数的所谓的未分类 这部未分类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几次 前面几波的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美国对中国科征的 比较是无关的一些跟民生无关的一些产品 像资本财 中赢财 为主 那只到了第三次之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 因为跟消费品跟民众有关系的 所以它会怕引发的进口需求的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在这部分它的关税税率明显的下降 在前面部分的话 它关税税率会比较大 25% 所以由此可知 我们可以看得到 美国在打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也是所谓的欺商权 商敌一千自损七百 所以在此之前的话 B2B的产品 它比较敢去对高科税 B2C的产品 这一部分B2C的情况之下 会有通货膨胀的乙率发生 所以开始降低 甚至开始有一些谈判的休兵 甚至会等到近年一月份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初步的谈判结果 不过在第一批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批总共科增的800多项产品 机械业就占了400多项产品 占了一半以上 非常的高 所以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 那这个 因为对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杀伤力 我国来讲 我国机械业跟中国 是一个非常高度的竞争关系 所以对中国一个很大的杀伤力的话 我国可望是获得一个 比较明显的短单效应 不过这部分还是要跟一些国际大产 做一个竞争 那在中国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在打贸易战 它是被迫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第一批 第二批的情况之下 中国并没有对美国的机械设备 科增高额关税税率 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本身 自己在技术升级的情况 他必须要做一个引进高阶设备 所以他对美国这边是比较没有的 而且另外一个我国的设备 跟美国这部分的设备 是有一些技术差异 所以他短单效应程度并不大 但是不管如何 虽然这部分我们转单效应程度不大 但是还有一些转单效应 那刚刚我们讲的美国市场的情况下 我国跟中国来看 转单效应是很大 但理论上来讲我们的出国是不错的 可是事实上在去年来讲我们出国是非常的差 那为什么会如此非常的差 因为美中贸易战它有分了两个效果 一个是直接效果 直接效果就产生了所有的转单效应 这是正面的 但是除了直接效果之外 它还有一个所谓间接效果 这个间接效果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利 那首先来讲的话 所谓间接效果就是 在美中贸易战 第一个美国跟中国是世界这两大经济体 那这两大经济体这两只大乡在打架的情况之下 全世界的企业开始会担心未来会怎样 不知道 因为就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他们投资信心会减弱 投资信心会减弱 他们会以现金为王 购买机械设备的意愿会明显的下降 所以这部分对机械业来讲的话 冲击是非常的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打贸易战 其实除了关税税率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意涵就是 他要逼迫中国的企业外移 尤其是国际企业从中国移出中国市场 所以在这部分来讲 当国际企业移出中国的时候 他本身中国就会减少进口 那第三个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美国市场 那他一定要弥补在美国市场的订单流失 那他怎么做 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转内销 形成了所谓进口替代 那第二个就是 他会积极的拓展向东南亚 欧洲其他市场的一些市场布局 那这部分又对威胁我国机械业者 在东南亚跟欧洲市场的一些竞争关系 所以也就是因为我国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 那当中国形成的减少进口 以及进口替代的情况 对我国机械当然是必大于利 那我们从实际数据来看 因为今年有疫情关系 所以整个出口的金额来看比较不准确 我们用去年的资料来做说明 中国是我国最大的市场 但是因为刚刚讲的 中国有减少进口跟进口替代 所以造成了我国机械业 去年出口到中国是衰退了将近16% 那出口在欧洲跟东协也是一样 因为面临到中国的竞争威胁 所以出口到欧洲跟东协也是明显的衰退 只有出口到美国 刚刚讲的 它因为有转弹效应 所以它全年度是成长 但是它是集中在上半年 下半年已经是衰退了 因为去年下半年第三季 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形成已经是衰退 所以对它进口设备也是减少的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是有转弹效应没有错 可是整体来讲是必大于利 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部分 因为直接效果 我们刚刚讲的直接效果 对我国的机械业是有利的 但是间接效果是不利的 只不过直接效果 它会觉得时间拉长而逐渐递间 但是间接效果呢 刚刚讲的 中国一定会进口期待 中国一定会更加积极往这边去布局 所以这个间接效果会越来越显现 而且它不仅仅是过去式 甚至是现在进去式 甚至是未来进行式 所以对我国的机械业者 可能要多加的注意 那正所谓的一波未品一波又起 猫一战还没结束 疫情又来搅局 那今年以来全世界所有的 国家都因为疫情 大规模的使用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跟财政政策 像 美国也提出了第一波的两兆美元的纾困 还有它的货币政策来看的话 它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可能有差不多六七兆的美金的货币政策 QE 那中国来看的话 它甚至是推出了40兆人民币 所以带动了今年去整个全世界的经济成长率 中国在第一季是衰退 第二季以后很快速的复苏 欧美是因为在第二季疫情比较严重 第二季他们经济成长也是不好 但是第三季也开始很明显的复苏了 这个都是因为他们大规模财政策货币政策的带动 全世界经济是不错的 但是对我们机械业来讲的话 其实很大的冲击就是在这部分 不管你是资本市场贸易 还是其他投资 都是对机械业很大的不利 为什么还是刚刚那一句话 全世界经济不好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未来会怎样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的话 企业的投资信心就会减弱 企业投资信心一减弱 现金为王 没有人敢买设备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 对疫情 疫情对我们的机械设备 确实是很大的杀伤力 那其实这15分钟 因为我觉得短短15分钟 其实这15分钟我是想讲这一页 我想在座的各位前辈们 最想听的也是只有这一页 未来会怎样 那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世界大规模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其实这样的情况 跟2009年金融海啸的情况是 2009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其实是如出一策 所以我们要讲到未来会怎样的话 我们可以来了解说 之前金融海啸 全世界的做法是如何 我们都知道 遇到金融海啸的时候 全世界也是一样大规模的货币政策财政策 美国连续的5次QE规模有大概三四兆美金 那中国更是投入了四兆人民币的振兴计划 让中国首先与其他国家第一个经济复苏的 他们是推出了四兆人民币 所以这个大概比较有影响就是 他所谓的所谓的汽车下降 这部分是他比较有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部分全世界大规模的投入 带动了经济快速成长 可是我们都知道大规模的投入 尤其是资源货币政策 产生的大规模投入 他都是拿未来资源提早挪用到当下来使用 那你现在把未来资源提早挪用到当下来使用的情况下 你未来的资源就会减少 你未来资源就必然会减少 所以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得到 2009年20102011年 全世界经济成长率是成长之后 你看这部分是停滞的 全世界经济成长率是停滞的 那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到欧洲出现了欧洲五国欧债危机 那2014年的时候 INF提出了一份经济展望报告 他在那个经济展望报告第一次提到 经济新平流 那所谓经济新平流指的就是 全世界经济成长率是停滞成长缓慢 那他对经济的冲击最大影响就是 投资力道会减弱 那投资力道减弱 企业就不敢投资 企业不敢投资 GDP又下降 GDP下降企业又不敢投资 恶性循环 所以造成的后来这几年是 GDP是成长力道减弱 可是我们注重图呢 代表的是全世界的 机械业总出口值 机械业总出口值在这部分 你看也是成长停滞减弱 所以由这些来大胆的预测 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 历史是会重演 未来经济成长一样 明年会成长 明年会不错 因为经济其实太低了 但是未来来讲 经济成长还是一样 会更加缓慢 时间会拉得更长 像刚刚我们院长所说的 L型可能真的会发生 那在这部分的话 这部分未来总 机械业总出口金额 一定会成长停滞 只不过像刚刚林组长跟我们院长讲的 台湾有很大的还不错的竞争力 所以表现应该还不错 只会面临到这样子的经济环境情况之下 相对的会相对比较迟离一些 那在关税 因为最近这阵子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在关税 BTA或者是FX 会不会被取消 所以我们也谈谈一下关税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看最出名的就是韩国 那韩国在早前年非常积极的去洽谈 跟很多国家洽谈FTA 所以我们看到他跟中国跟美国跟欧洲 洽谈FTA 所以带动他们的机械业出口金额 是不断的攀升 那把这些合计起来 欧洲韩国的机械出口金额 其实在2001年我国机械业是高于韩国 可是之后呢 韩国已经一路超越我们 甚至在洽谈FTA之后 差额越拉越大 那在2019年的时候 有高达了323亿 那其中韩国的机械业出口金额是580多亿 我们是只有200多亿 这差额都已经高于我们的整个 机械业整个出口金额 那在于东协 在中国市场 中国这部分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中国在2011年 他也是加入了东协 成为东协10加1 那这个图是以东协进口金额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东协从2000年之后 从中国进口金额是快速的攀升 在如此高的机器机制下 2011年中国进口 东协从中国进口机械的年复合成两率 还能高到7点多趴 非常的高 就是如此高的机器器官之下 还能有这么高的经济成 成长力道其实是蛮大的 反观我国只有1.1 其实很弱很弱 其实这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国应该也要积极的去 拓展在东协市场 那另外就我国来看的话 其实我国在FTA这方面 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用ECBA来做说明的话 我们把机械液产品 有纳入ECBA的当作A 没有纳入ECBA当作B 那这个图代表是说 中国从全世界进口A的产品 台湾占的比重多大 那红色的话是 中国从全世界进口 没有纳入ECBA的B 台湾的比重多大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纳入ECBA的其实一直在攀升 所以其实关税税率 对我们的机械液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从这里来看的话 不管如何 今年台美的BTA 以机械液来讲的话 其实是有利的 那我们很希望政府能够多努力一些 去完成能够恰前FTA 当然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其他一些非经济因素 可能会比较困难重重 但是就机械液来讲的话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ECBA来讲的话 不仅仅不希望它取消 甚至越多的产品加入 其实是越好 那在汇率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央行 很多专家学者在研究央行 有没有进场干预 其实他们研究写了很多paper 其中他们用一个指标 就是实质有效汇率 因为实质有效汇率代表的是 明目的汇率以及物价 所以这两个都是央行非常关注的指标 所以用实质有效汇率 可以捕捉央行有没有进场干预的轨迹 所以我们从实质有效汇率来看的话 从2001年如果没有大幅波动的话 它会像麻花卷一样卷在一起 但是事实上 2020年下半年 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 他推出了所谓的安倍晋纪学 他射出了三支箭 其中有一支箭 就是设向的汇率市场 那他就希望日元大幅贬值 带动日元的出口成长 也带动日本的经济能够成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在2012年的时候 日元是大幅的贬值 其他的造成全世界的汇率波动很大 那很多我们的基金业大佬出来抨击央行 希望有所作为 但是央行永远只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是动态稳定调整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新台币的实质有效 确实是波动不大 如同央行所说的 其实我们的一直都是波动不大 直到了2016年 美国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他推出了两个政策 一个是反强势美元 一个是汇率操作国 所以我们央行以前的流速理论都不见了 都只能被迫往上升值 那我都知道各位企业在乎的不是实质有效汇率 再或者是明目汇率 所以从今年来看的话 这部分都是每个货币跟台币的升扁幅度来做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到10月底 所有的汇率跟台币来做比较 其实几乎没有波动 唯一可以确立的就是 美元 弱势美元是确立的 所以今年来看 不管是从这边的 还是从实质有效汇率来看 弱势美元是非常确立 所以机械业的大佬们可能会比较辛苦 会面临到一些汇率上的风险 或汇率上的损失 那在开拓东协市场的话 我们刚刚都知道 我们第一大市场是美国 第一大市场是中国 第二大市场是美国 三成跟两成 如果把日本加进来的话 我们前张大的市场就占了五成以上 太高了 如果像现在因为美中贸易战 两只大山在打架 我国机械 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会很惨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积极 往其他市场去做布局 去做开发 尤其是东协市场 我们知道东协也曾经 发生过亚洲金融风暴 造成他们的经济会比较弱一些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从2000年之后 它对机械业进口比重 占全世界的比重 是一年逐年在攀升 今年还不错 到现在都还不错 而且美中贸易战 中国的厂商都往东南亚去做移出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东南亚市场的比重还会在不断攀升 那既然这样子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一直应该是很努力去布局 去拓展东南亚市场才对 但是我不希望各位业者是直接到那边去做投资 因为我们有我们很大的利益 就是在于这部分 我们有那么多的台商 长期累积在那边的台商 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 能够把这些台商邀集起来 希望他多买我们机器设备 其实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去那边去做投资 其实希望台商多多买我们台湾的机器设备 其实我们在那边表现的不错 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我刚刚讲的 中国的威胁很明显 你看中国从2011年加入东盟之后 你看他中国到东盟投资金额 一直不断的攀升 尤其是去年2018年2019年 美中贸易战 中国更是积极的往东盟去做布局 所以未来东盟市场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进入 但是面对到中国的新增威胁 还是非常大 那在最后 在国内市场就是台商回流的情况下 这部分我就不再多做说明 只是说在台商回流的话 我们也可以分两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先把上面这部分 这里的用意就是 我们可以把电子业这部分 跟非电子业以外的其他传统制造业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电子业这边的人事成本跟折旧 比例是相对的是6比4 也就是快要是1比1 这代表是电子业折旧那么高 表示他是购买很多的机器设备 所以他是属于比较资本秘籍产业 那在非电子业以外传统制造业你看 整个的劳力成本是11 那折旧其实还蛮低的 所以传统制造业是以劳力秘籍为产业为主 那我们看得到以电子业的资本设备为 资本秘籍的产业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单位成本是逐年下降 单位的劳动生产力是逐年在提升 也就是运用了机械设备的话 可以让企业的生产力大幅度的提升 反观传统制造业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单位劳动力并没有提升 反倒是单位成本 尤其是在之后的以利益修实施之后 它单位成本是在上扬的 所以我讲这个目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业者 据我今年以来看的时候 我们的业者比较少关注国内市场 那现在台商竟然已经回来了 而且不仅仅是只有电子业 很多传统的制造业也回来 我们不希望传统制造业 是用以往的生产模式 劳力秘籍来生产 那既然我们希望它往 它往劳力秘籍 往资本秘籍去做发展的情况是 它对机器设备的需求一定会大大的提升 那如果说我们的业者 能够多注意国内市场的话 第一商机很明确 很明确 第二个可以避免的我们的关税 或者是汇率上的风险波动 其实大概这个对我们的影响会比较大 帮助会比较多一些 各位也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国内市场 那最后的话就是在美洲贸易战 确实像刚刚我们院长讲的 可以改变全世界公益院的布局 那新南向的话也是成为一个生产基地 我国业者可以积极加上的往这边去做布局 那在疫情来讲的话 确实是造成的未来经济成长会明显趋缓 那其实今天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一块 那批业品牌价值会不断的浮现 因为刚刚讲的未来全世界的出口 机械业的出口是停滞的 那你想要成长 你必须要去打败别人 你才有机会成长 那你如何去能够成长 你企业品牌价值就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在台长回流的话 也就是可以避免在关税税率跟汇率这部分的波动 今天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